玉里镇原成里一间农户发生火警 消防局火爆后 立即派遣玉里、卓西、瑞瑟等分队车主赶往现场灌救 当玉里消防分队赶到现场后 发现起火的铁皮屋仓库已经全面燃烧有大量的农烟 而且已经延烧至隔壁的仓库 立刻拉开水线全力灌救 玉里镇长龚文俊以及县议员中速镇等人 第一时间也赶到了现场关心慰问 而龚文俊表示填干物照更要小心用电 疑似是农机充电引起 而实际的原因仍要消防局调查厘清 玉里镇原成里一间农户发生火警 消防局火爆之后立即派遣玉里、卓西、瑞瑟等分队车主赶往现场灌救 当玉里消防分队抵达现场后 发现起火铁皮屋仓库已经全面燃烧 有大量农烟并且已经延烧到隔壁的仓库 立刻开拉水线全力管救 玉里镇长龚文俊、县议会中速镇等人 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关心慰问 龚文俊表示天干物照更要小心用电 乡下我们一区农作这些农作的农民积多了 对于他们这个农机器的这个充电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尤其是家住机家里面的这些电键老旧 充电真的都要特别特别小心 消防队呼吁许多用户建筑已经老旧 电线已经变质 通电之后过热就容易引发火事 如果家中又堆积毅燃物品 会一发不可收拾 要定期检视家中电器、电材、电池等用品 如果有过热情形就要注意 记者高双双玉立正采访报道